hello大家好我是RT 古斯塔夫超重型鐵道砲 堪稱現今世界上最大最初最長的大砲 用過的人有沒有說讚我不知道 被打過的人至今都沒有再說過話 那是肯定的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座二戰最強的超級巨砲 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厲害 如果覺得這類影片還不錯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唷 當然也可以加入會員 每個月贊助RT多喝兩杯飲料不補鬧 先加入會員太麻煩的話 也可以直接點擊超級感謝抖內給我唷 那麼都說古斯塔夫巨砲是二戰時期的產物 這個故事當然就要從1934年開始說起 當時德國埃森的克魯伯公司 接到來自德國陸軍司令部的要求 要求中提到他們偉大的元首 要他們建造一座 能夠打破馬吉諾防線上要塞的重砲 那麼這個馬吉諾防線又是什麼呢 是在求留下面就沒有人打得破嗎 那還真沒人可以從正面突破 這個當時世界最堅固的馬吉諾防線 這一戰之後法國發現德國將會是未來的可怕敵人 由法國的約瑟夫霞飛元帥提議 建造這條防線來以防萬一 於是這條防線總共花了9年60億法郎完成建造 防線上的要塞不是有厚達3.5公尺的鋼筋混凝土墻壁 就是碉堡的裝甲厚度達30公分 基本上可以抵擋一戰時期的任何攻擊 就連阿姆斯特朗旋風噴射阿姆斯特朗炮都難以擊穿 而那個萬惡的禍首希特勒 卻妄想要他的手下們造出能夠從正面灌爆他的大炮 而且還要從不被敵方炮兵擊中的距離發動攻擊 真的是全都給你玩就好了啊的異想天開 而這個克魯伯公司又是什麼來頭呢 它是1811年成立的一間德國鋼鐵廠 本來只是小小鐵匠鋪的一間小公司 傳到名為阿爾弗雷德克魯伯之後 他所做的大炮曾讓鐵鞋宰相畢斯麥在19世紀屌虐奧地利和法國 而這就是克魯伯大炮的由來 甚至吸引了讓個李鴻章的親愛 老是跑來找德國訂製海軍軍艦 這就是為什麼克魯伯大炮在中國很有名的原因 因此克魯伯公司這樣的家族企業 從德國俘魯士王國時期就已經是軍事產品的主要產商 堪稱德國工業的玉三家 專門為德國設計及製造大量阿姆斯特朗旋風噴射阿姆斯特朗炮 當然不是用雪做的那種 因此這個如日中間的克魯伯家族受到德國高層的各種垂青 就連老克魯伯孫女的婚式都要得皇威廉二世親自安排 就這樣一個名為古斯塔夫的外交官陸墜到了克魯伯家中 從而控制這個家族防止他落入政敵手中 而這個古斯塔夫的兒子小克魯伯 因為驿戰的結束爸爸古斯塔夫被視為戰犯 以及協約國跑來拆工廠 再加上種種的精神上的侮辱 就是讓他日後死心塌地的效忠希特勒的原因 就這樣小克魯伯將希特勒視為一穴前耻的偶像 於是1934年希特勒便要求他們給我造出那個金氏巨靠 便在工程師艾利多穆勒的計算下發現 如果要打穿馬吉諾防線的話 光砲彈就要重達7噸以上 口徑更是來到80公分 更別說那個砲管要長達30公尺 也就是說叫世界最快的男人來跑這根砲管都要跑上3秒 因此整個設備製造下來將會接近1000噸 根本就是陸地上的戰艦來著 如果還要讓他具備機動性的話 只能將他架設在兩組的鐵道上 是的還要兩組 只有一組的話是會爆開的 而且這門古斯塔夫鐵道砲只有調整羊腳的功能 要打左邊還是右邊的話 就只能靠鐵軌移動去調整了 於是克魯伯公司為了滿足希特勒的夢想 還同時設計了78、18、15、100公分 是龍口進不同的軌道砲 結果這個計劃才進行了兩年 就開始不斷地被擱置 後來希特勒經過克魯伯公司想說來砲杯茶順便走走 就這麼不經意的再度提起了他當年的那個妄想 就這麼本來要下去的古斯塔夫軌道砲 又再度使揮不然 於是第一座軌道砲終於在1937年的夏天開工 講不到的是馬上就碰壁 巨大的組件本身就有製造上的困難 加上一邊生產又要一邊組裝 就像你自己在那邊灌漿做模型 還要馬上剪下來組裝一樣忙 而且同年德國還有卡爾就發了生產計劃 而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結果克魯伯公司還是在兩年內就找出了古斯塔夫巨砲 後來1939年公司總算全權交給小克魯伯掌管 在這之前都還是古斯塔夫在經營的 於是1911年總算迎來了軌道砲的最終測試 為了這場驚天測試 小克魯伯跟希特勒都來到了現場 畢竟這場測試決定了巨砲的去留 不成功變成人 最終測試的結果讓希特勒感到非常滿意 直接就訂了兩門巨砲開心地回家花柄 而一連串的測試下總共有9次射擊 還包括了7.1噸的AP穿甲彈試射 彈長更是來到3.6公尺的可怕長度 不過輸數只有每秒720 卻留下了37公里的射程紀錄 這在當時可是相當可怕的射程紀錄 反而古斯塔夫巨砲不只有AP穿甲彈而已 還有炸爆他全家的高爆彈 重達4.8噸出速每秒820公尺 最大射程48公里 使得光要飛到最大射程就要一分鐘的時間 真的是讓子彈飛一會兒 但是他可以炸出直徑三層樓高的深坑 可說是相當的可怕 本來德軍還想偵射一款超乘火箭真層彈 可以直接打到150公里以外的英國他老家 不過砲管要增長到84公尺 計劃應該是夭折了才是 而古斯塔夫軌道砲的命名就更不用我說了 都是為了致敬他們偉大的公司領導 古斯塔夫克魯伯 後來克魯伯公司將第一座軌道砲 免費送給德國陸軍 看他們賺的有多滿盆滿多滿 一門怪物級巨砲居然直接免費白送 第二門就跟軍方要了700萬帝國馬克 當時跟美金的匯率是1比4.2馬克 那可是相當可觀的一比數字 更將第二門砲命名為朵拉 也就是現任董事長小克魯伯的老伯之名 數不知軌道砲身不逢時 計劃總是感不上變化 德國早在1940年一個初期不易 從阿登森林高地硬身突破馬奇諾防線 傳說中的閃擊戰就直展開 還直接從後方包抄英法聯軍 將聯軍的40萬大軍團團包圍在敦克爾克 左姓敦克爾克大撤退相當的成功 不然現在的歷史就要完全改寫了 那麼馬奇諾防線都被突破了 古斯塔夫巨砲還有搞頭嗎 當然有搞頭 希特勒非常的喜歡這門砲 還是在1942年把他拿出來耍耍 千里迢迢將他算往克里米亞戰場 光是運炮的列車就長達25階 真真有一英里那麼長 當時等拼交道的民眾 應該都等到歸籃趴火才是 光是要讓這門砲到達目的地 從動身到組裝發炮 就花了三個月之久 而古斯塔夫軌道砲響起的低聲雷鳴 就是為那場塞瓦斯托波爾戰役 做暖身用的 而這個位於黑海的塞瓦斯托波爾要塞 乃當時蘇聯的重要海軍基地 一手難攻 這場圍城之戰打下來 德國大量的重型迫擊砲都來到了這裡 當然就連剛剛提到的卡爾旧砲也來到了現場 德國將此一為平地的企圖勢在必行 而古斯塔夫軌道砲 總共發射了48發 更將唐線全部磨光 射爛了蘇聯的海岸砲 擊穿史達林堡壘 冠爆莫洛托夫堡壘 還為了擊穿位於塞文納亞灣裡 海平面底下的彈藥窟 總共射擊了九世才 終於成功地將蘇聯的彈藥庫炸了個地朝天 後來還射爆了西伯利亞堡壘 跟馬克慶高爾基堡壘暗防砲增堤 可說是戰功灼灼 幾乎將蘇聯的塞瓦斯波托爾 是射成了一片廢墟 而第二場則是在現今俄羅斯的列寧格勒 1912年底 德軍才將軌道砲組裝完成 就收到了高尘取消進攻的命令 才一過完年古斯塔夫軌道砲 就又被收到了盒子裡面 再也沒被用過 同年朵拉巨炮也被叫到了史達林格勒 就在他組裝好準備開炮之際 又被迅速地拆除撤離 全都是因為蘇聯的軍隊即將完成戰略性包圍 史稱天王星行動 一場把德軍包成至障的史詩級行動 最後朵拉重砲雖然成功回到德國 但是卻受到了嚴重的損壞 而遭到德軍拋棄 再來便被抵達的美軍發現這巨大的可怕怪物 後來1945年德軍節節敗退 為了不被蘇聯奪走古斯塔夫軌道砲 德軍逼不得已只好親手炸了這個酷酷的玩意兒 兩門驚天巨獸也就從此化下了句點 後來甚至還有人意想天開的想在戰車上搭載這門 古斯塔夫巨砲 史稱Lankasap 1500 Monster 但這是一個從成本考量就完全被否定的計劃 最後只留下幾張設計圖而已 要是他真的被繞了出來 那台德國超重巨獸鼠士 就真的成了一台小老鼠了 那麼今天的故事就到這邊 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二戰的戰車 就一定要去下載這款射出去戰車世界 這是一款F2Win的史詩級戰車遊戲 大大小小歷史流民直到二戰的戰車 不管是日本戰車 美國戰車 德國戰車都應有盡有 當然也包括了剛剛提到的鼠式 以及鼎鼎大名的虎式戰車都會出現 而這遊戲大部分戰鬥都是15對15的快節奏戰鬥 戰車更是分成輕型 中型 重型 驅逐以及自走炮 每一種戰車都各式其質 因此戰略上的走位就顯得極其重要了 每個人的身世都牽連到隊友的安危 這款遊戲的水可說是相當的深 不過它是免費註冊就可以深入了解的遊戲 這麼賣頭的人線射擊 逆白角正白角的 需要經過長期的磨練才能夠玩出點心得 非常適合有腦袋又喜歡挑戰性的玩家 玩起來絕對讓你無法自拔 不過這款遊戲最貼心的還是 只要你在途中不小心掛了 還可以馬上回到車庫換車繼續下一場遊戲 絕對不拖泥帶水 更不用怕無聊 而我個人就是擁有快九年賬號的骨灰級老玩家 終於開始什麼183大屌炮玩到現在 當年就是玩自走炮起家的玩家 是的 就是跟古斯塔鋪軌道炮類似的存在 只是他的威力小上了許多 但是可以自己自由自在地跑 為你的隊友進行各種戰術上的砲擊支援 接觸隊友獲勝的成就感 真的是非常的舒爽 而且現在只要透過資訊欄連結註冊遊戲的新玩家 並使用邀請碼PANKMANIA 就可以獲得七天加值帳號 25萬銀幣英國五階重型戰車 EXOCIAL以及三輛六階豬用加值戰車可以使用 還不快一起來戰車世界射爆全場 我是RT戰車永遠是男人的浪漫 我們下次見 拜拜